你好 欢迎收看6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现场学正位与花莲的知名大厨郭主义来到了复礼的罗山村 利用复礼香在地的美食炒出又香又美味的南瓜咖哩蔬菜汤金针鸡柳 两道菜虽然是很日常 不过来到复礼就是不一样了 用的是在地食材 吃的是在地的农作物 现场表示 透过大厨精致的厨艺可以把复礼的美食推广出去 现场学正位换上围兜兜 看起来和蔼可亲就像是厨房在做菜的妈妈 跟着花莲知名大厨勾追筛 锅主义切出厨艺 很棒 我们到复礼的算蛮不错 对啊 花莲现场学正位与花莲知名大厨勾追师来到了复礼香的罗山村 利用复礼香在地的美食 炒出又香又美味的南瓜咖哩蔬菜汤以及金针鸡柳 地桃花辣最好是折掉会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硬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泡河软的还好啦 因为这边的金针都蛮软的 好 再把它烧制一下 两道菜虽然都很日常 不过来到复礼就是不一样 用的是在地食材 吃的是在地的农作物 县长说 透过大厨精湛的厨艺将部里美食推广出去 因为目的也是希望我们花莲这边的一些农产品 可以大家多吃多用 然后呢 对他的营养们不可 不庸置疑的一定都会让你营养 谢谢 活动特别邀请到了郭主玉在花莲先送脸书粉砖直播 并且跟现场徐真卫以及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一起来下厨 以厨师身份向全国消费者推荐副理农产的美味 以及丰富搭配性 并且提供了保存蔬果的知识来推广花莲 行销花莲 接着高双双复乡采访报道